电动车整件事在到底呀 现在呢我们是在上海天马赛车场 刚刚试驾完了MASTA的旗下首款电动车型 MASTA MAC-E GT版车型 对于电动车跑赛道这件事呢 其实离我们现在实施生活还是比较远的 但是我曾经在游戏里用电动车去跑过赛道 但是跑完以后给我第一感觉就是我抑郁了 因为没有声实在是太难受了 但这回MASTA MAC-E它的驾驶落区是非常足的 而且它给你配备了一个不错的声浪模拟 就刚刚开头那段小视频 是它在一个安静状态下一个跑赛道一个状态 可能看起来略显无聊 但是当你打开声浪模拟以后 配上它一个不错驾驶乐趣 你会发现这台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 就在我们试驾的前天晚上 MASTA MAC-E GT刚刚正式上市 官方指导价位36.99万元起 作为MASTA GT版车型 即便MASTA MAC-E是一款电动车型 但是它的性能表现依然不容小事 百公里加速时间3.65秒 最大功率359千瓦 最大扭矩850Nm 这样的性能表现 同价位的电动SUV 只有特斯拉Model Y Performance版 能与其相提并论 其实与Model Y相比 MAC-E的整体显得更为成熟 静态状态下 我们能看到很多属于MASTA的 独有的经典元素 动态状态下 你会感受到MAC-E的整体条件更为成熟 毕竟是在赛道里驾驶 那就先来说一说它的极限状态吧 首先在极限状态下 它整体的一个底盘是要比Model Y更为均衡的 860Nm的扭矩 如果说你没有控制好电门的话 很容易就会去造成推头或者摔稳限调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不需要慌张 因为毕竟作为电动车 MAC-E的电子稳定系统借助更加迅速更加及时 仅需要驾驶员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MAC-E就能回到一个正确的赛车线上 这件事在燃燃车上 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达成的事 而在电动车上 MAC-E的电子稳定系统标的 可以说是做的最好的 今天可能这个市价环节可能稍减单一 但是我还是在赛道里 尽可能去模拟一下一个日常用处的表现 这款车型呢 配备一个单态版模式 而且它共有三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气宇 入胜和不拘 这三种模式呢 就是普通汽油车里的节能模式 普通模式和运动模式 其实对于这三种模式呢 个人在日常驾驶中 是推荐它的气宇模式 如果说你没有打开单态版模式 你就是简简单单的去进行一个 油门的调节的话呢 它整体驾驶感受跟燃油车基本是接近的 如果说你打开的单态版模式 它就让你的驾驶变得更为简单 可以让你变得更为慵懒 毕竟你不用去反差车吗 与特斯拉单态版模式相比 Mac E的单态版模式更容易上手 介入没有那么突兀 消费者接受度更高 好上午呢咱们聊聊 Mac E的一个动态表现 接下来聊聊它静态表现 毕竟作为Mac E的电动车型 Mac E身上还是能看见 很多Mac E的一些经典元素的 大家都知道Mac E有着57年的历史 其实现在能将57年的古典历史和 新能源的一些电动科技化的一些 新的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 个人认为Mac E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 几个古典元素 首先是前脸部分 看出来有些许MASA的神韵 最明显的位置就是它这机舱盖了 这个隆起的线条 看见以来十分具有力量感 十分霸气 其实个人认为Mac E的整个侧面呢 是与现在市场上主楼电动车最大的不同 它整体线条呢还是和Mac E有些许的类似的 大家可以看看它前面箱位置 也就是传统汽油车上的七三个二位置 坐在依然是非常长 依然看上去依然是一个纵制后驱的布局 当然了现在是一个电动化时代 电动车的时候不存在是纵制还是横制 更不存在是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一些布置问题 而且它整体侧面线条 大家可以看后轮骨正有个位置 后轮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这个力量感凸显啊 真的是 它还依然有着属于美式机油车的那个线条感 而且依然有着属于美式机油车那个侧面线条舒展感 OK 说完侧面咱们再去尾部看一眼 尾部呢可以说是Mac E的MASA元素最为明显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就是它这个尾灯了 而它这个整体的尾部线条呢 其实与普通版MASA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 这个尾灯真的是MASA这么多年来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的传承 OK 说完车外咱们再去车内看一眼 Mac E的这个开门方式非常有意思 摁一下打开 其实最近Mac E的车内以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就是你并不会感到陌生 整体布局呢其实与普通的幅度的车型 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但毕竟作为一款电动车嘛 它整体的车内科技感和蔚蓝感做的 也依然非常不错 前方一个小尺寸全线型仪表 下方一个去能够监测你的实时状态的四颗车上头 最中间位置也是这回Mac E的车内一个最重要位置 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车机了 这套车机呢操作起来是比较流畅的 但是在因为毕竟是一个试装车状态嘛 所以说刚刚去切换驾驶模式的时候呢 可能会因为屏幕过丧 然后指纹过多 然后去导致驾驶模式的轻换不是那么顺畅 这套车机整体功能性还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比较稀 我个人最喜欢一点 就是它能将实体按键和整个屏幕的控制 触控按钮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其实现在很多新车呢都是将实体按钮直接取消 然后把所有功能都是整合在了屏幕内 但是Mac E呢并没有这么做 个人认为其实留一两个实体按钮真的是用起来更为方便 而且让消费者上游难度变得更低 这回Mac E大家可以看到主界面UI 功能区域划分十分合理 下方百度地图音频电话再下方 就是一个空调控制区域 这样UI布置呢 其实让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去进行一些微调的话呢 不会感到手忙脚乱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一点 大家可以看这个旋钮式换挡 阻力感不错手感也不错 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LR的按键 当你挂入D挡的时候 你可以去按下L挡 刚刚我也问了教练这个LR挡是什么意思 将来给出解释是说 这个车机界面在驾驶过程中 不可能实时的保持在是一个驾驶模式选择状态 如果说你将挂入D挡 然后按下L挡以后 你可以随时切换运动挡 松体来说 MASA Mac E的内饰总共用料 是要优于特斯拉Model Y的 但它的后排空间表现 还是特斯拉Model Y更为好一些 试驾时间有限 我们这回对Mac E的体验谈不上完全 日后有试驾车的时候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为详见的报道 哦对了 Mac E现在一共有四种续航版本 分别是492公里 513公里 554公里 和619公里 而我们今天试驾的这款 机体版车型呢 续航里称为492公里 毕竟机体版车型是气能最强的嘛 鱼和胸掌不可兼得 具体该怎么选 还要看见自己 对于电动车 人类总是纠结的 嘴上说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地欣然接受 虽然没有升上电动车 看起来是没有灵魂的 但是电动车 由于汽油车无法达到了日常用车的便利性 和汽油车难以企及的性能表现 而Mac E则是想在这线的基础上 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按摩 证据 你就一句